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创仙剑行使 我为蛟农献宝刀即将播出 天然橡胶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大道航天科技 小道居家日常都离不开天然橡胶 然而 想要获取这一自然的馈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胶农们要一刀刀割开橡胶树的树皮 流出的这些白色胶乳便是生产天然橡胶的原料 但一直以来 用传统割胶刀收割橡胶 十分辛苦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曹建华团队 希望创新割胶技术 为中国的胶农提供一把宝刀 经过几年时间 他们研发了多款电动割胶刀 然而 用这些电动割胶刀不是污染胶液 就是割伤树皮 屡屡失败 你把那些割胶 我来看一下 学习一下这些割胶 凌晨是割胶的好时候 曹建华在这里仔细观察 反复琢磨人工割胶的手法 试图找到突破的灵感 反复地看 他们那个刑刀过程 他们为什么是这个 一前一后一刀一刀地推 它这个刀片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它最后割下来的 它是成片的 没有污染 而且起收刀 还有旧这些干涉 这些所有问题都不存在 那么当时就想到一句话 那么存在的它就是合理的 传统割胶刀已经用了近百年 是最符合割胶技术要求的割胶工具 到底该如何模拟人工割胶 将机械的速度和人工的精细 完美融合呢 一个老物件 引起了曹建华的思考 石墨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用来加工粮食的工具 由墨台 墨盘和墨杆组成 墨杆分上下两扇 下面的一扇固定在墨杆上 双手握住墨杆连接手柄 来回推拉 墨杆推动上面的墨盘 做旋转运动 粮食从墨眼里流到两扇墨盘中间 经过反复压膜 直至粉碎 石墨是旋转运动 与往复运动的结合 接近石墨转动的原理 来研发电动割胶刀 这真的可行吗 它这种结构呢 就是通过一个人工的前后 往复运动 然后带动那个石墨 做旋转运动 那么要说电动割胶刀 因为我们那个电机 它是一个旋转运动的 那么我们现在想 把它倒过来用 我们在这个末端 我们做上一个刀剑 然后它是不是最后 就把电机的旋转中 变为带动刀片 这个往复运动 然后这样实现了 我们对人工割胶 一个最大的一个模仿 借鉴石墨的结构 在反复实验中 曹建华研发的 最新款电动割胶刀 解决了快速割胶 污染胶液的问题 操作不大 你看 它的皮就可以割得很厚 更容易把醋割伤 但是真正的割胶 要精准控制割胶深度 在0.2厘米 耗皮厚度 在1.1毫米到1.3毫米 毫米级的精准控制 电动割胶刀 真的能做到吗 曹建华决定 通过一场特殊的测试 来进行检验 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新养化出来 割胶的一个机器 我们今天想通过 这一组对比实验 来割椰子 西瓜 想能测试一下 这个电动割胶的性能 椰子是海南 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水果 在这里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椰子表皮坚硬 纤维粗 很多椰子的果皮厚度 一般在2到3毫米 普通的刀很难切开 而这恰恰是检验 极其动力的绝佳道具 有着30年割胶经验的 一级教工董大姐 割胶技术自然不在话下 她使用传统割胶刀 能割开椰子皮吗 你割一下 看看这个 好割吗 不行啊 不好割是吧 对 这个椰子的纤维是比较粗的 很费劲啊 对 不好切断 好难割啊 传统割胶刀割起来很费劲 椰子的表皮纤维明显被破坏 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椰子皮 面对如此坚硬的椰子皮 电动割胶刀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电动割胶刀轻松地割下一条完整的椰子皮 切口均匀平整 层次分明 在动力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更重要的是 它没有破坏椰子的表皮纤维 造成粉渣飞溅 西瓜表皮脆 裹肉软 里面的红硝儿十分饱满 我们用西瓜皮与硝儿交界的部位 来模拟橡胶树皮的形成层 通过切割西瓜 能够直观地检测割胶刀 切割的路径及精准性 这个感觉就比叶子 这个割叶子轻松很多 用割胶刀割西瓜 对董大姐来说还是头一回 不过 这对身经百战的她来说 应该是小菜一碟 你现在看能不能割 薄薄的一片 能够像割香蕉一样 你看做得到吗 挑战一下 割到红点了 但是要割到精净的话 就很难割得到 可以的 你看这是刚刚你割下的感觉 你看我感觉是厚了一点 你看这好多片中间这个薄 这里就特别厚 很难做到均匀 看来西瓜还真是一个好道具 外层的绿皮又硬又脆 对操刀的把控要求极高 行刀稍不注意就会割破里面的红然 连董大姐割下来的西瓜皮都厚薄不均 曹建华用电动割脚刀能割出完美的西瓜皮吗 你看看这个 这个地方红然出来了 这个位置 电动割脚刀切割出来的西瓜皮 不仅厚薄更为均匀 而且刚好割置皮与硝的交界处 又没有伤及红硝 切割的深度也把控得更为精准 经过一系列测试 电动割胶刀的性能优势非常明显 不仅能将树皮成片割下 切割的深度和耗皮厚度 也能实现精准控制 那么不具备高超割胶技术的胶笼 真的能用这把电动割胶刀 实现轻松割胶吗 刘师傅 你干嘛什么呢 在拔胶线放进去管 我们现在养发了一个电动割胶刀 想请你帮我试一次 好啊 这个怎么用呢 我只能跟你说一下 你看这个是开关吧 你双击两次 它就安装它就启动 然后这边是包片 这个有个线身线后的 操作的时候就先你跟上割胶 推着刀然后就往后拉 然后这个刀操住它 然后你就贴着它 割着薯皮你就往下拉 推不过来 然后到这里 看来挺简单的 我收一下 浇农装置节 没有经过专业的割胶技术培训 用传统割胶刀一直不顺手 你用这个刀的位置 你觉得不太好用是吧 用上电动割胶刀 庄师傅能摆脱传统割胶刀的困扰吗 就刚才你也试了一下这个机器 就是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然后看看这个机器 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这个一上手的话 就是那个胶线卡了 然后割不去下不了皮 割起来很吃力的一样 应该是动力不足 动力不足啊 然后还要人的手的力量去压它 等于说这个电动的效果没有发挥出来 这个开关的话 它是要一直按着 就觉得手很累是吧 胶红的试用体验并没有让曹建华灰心 他带领团队收集了上千名胶红的试用意见 对机器不断改进 从机械结构 材料 刀头 电池 甚至小到一颗螺丝钉都不放过 带着全新升级的电动割胶刀 曹建华再次找到了装置节 这次电动割胶刀会得到胶红的认可吗 这个机器跟地带不相同 它的开关是在这里 然后原来那个是在这下面 对 形状也不一样了 这样握起来我感觉会更舒服 割的时候跟地带一样 就是打上去靠到这个树上 跟地带一样拖着走就行了 往后拉 感觉怎么样 风闭挺多的 先靠一下它就 你感觉现在这个机器跟 这个比地带很顺手 然后轻轻一靠它那个皮就已经漆了 动力足 现在这个第二代的话就比地带好多 庄大哥对试用效果十分满意 当期决定改用电动割胶刀 但是对用惯了传统割胶刀的胶红来说 电动割胶刀真的能代替传统割胶刀吗 我们找到一位最强割胶手 准备进行一场电动割胶刀 与传统割胶刀的终极对决 现在在我的左右两侧 由咱们这个大家一致推选出来 割胶速度最快的中大姐 所代表的传统胶刀队 和咱们曹博士所代表的电动胶刀队 已经都准备就绪了 为了评判这次比赛的结果 我们也特意请到了咱们的专业的一级胶功 然后割胶高手董大姐 作为咱们这次比赛的一个专业的裁判 比赛双方各个40颗橡胶树 一场割胶大战一触即发 从割胶速度 割胶质量 产胶量三个维度进行全面评判 究竟哪一队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呢 创新践行时稍后继续 一场割胶大战一触即发 比赛双方各个40颗橡胶树 从割胶速度 割胶质量 产胶量三个维度进行全面评判 究竟哪一队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呢 咱们曹博士和钟大姐 对这个战队对方都有没有信心 有 比赛开始 才半分钟 曹博士您都割了四颗了 好快 大姐加油 都是一刀就下来的 已经割完一排了 曹博士四分半 那就四分半割了二十颗 超厉害 您从专业的角度看也觉得是非常快的 我们是要以身带刀要走步伐 它是一下子就扭过现在跳舞一样 董大姐要不然咱们去看看钟大姐 你看看她 她还在后面吗 因为从那么大 她越割 越累 时间长了嘛 满身大汗 割了有二十多颗了 累不累 累 挺累的 好像曹博士快结束了 曹博士您还剩几颗呀 剩最后一颗了 十分钟 正好 您这速度也太快了 钟大姐刚才还剩十几颗呢 钟大姐加油 这是最后一颗了 最后一颗了 加油大姐 好 完了 割40颗橡胶术 传统胶刀 最终用时14分37秒 而电动胶刀只用了10分钟 在割胶速度上 电动胶刀有明显的优势 那么在割胶质量上 会是哪一方更胜一筹呢 董大姐 咱们现在就是比赛结束了 速度咱们是看到了 很明显 咱们那个曹博士更胜一筹 咱们现在请您来给我们验证一下 它们割胶的质量怎么样 下刀 收刀 新刀 然后三个点 不能太深 你不能太浅 太浅过头就没有胶 太深的话就伤数了 测到0.15左右 0.18 就是很标准的了 那刚才这个 咱们测的这个结果 还是符合标准的 符合正常割胶的标准 它这个割皮很均匀 它就是一条线的 咱们那个看看 重大姐割的怎么样 其实虽然是一刀一刀割的 但是看得出来 它这割面还是特别平滑的 0.17 0.16 0.18 很标准 在割胶质量上 双方不相上下 都做到了割胶深度达标 好皮厚度均匀一致 那么在产胶量上 哪一对更加呢 满满的收获 你猜一下 这两桶 哪一桶是电桶刀割的 哪一桶是电桶刀割的 这两个桶挺明显的 一个多一个少 按理来说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 钟大姐的多一些 因为钟大姐割了 那么多年了嘛 是吧 我都说我是我的多了 你看那么明显 这个是纯桶刀的 这个是钟大姐割的 这个是曹博是割的 曹博是割的多是吗 对 我也不相信啊 你看底没有 底到底了 拿出来看一下 这样 拿出来 同样四十棵树 能多出来 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量 钟大姐 那下面您来 给我们宣布一下 怎么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果 您评判下来 觉得怎么样 几量 时间 还有产量 先放结果就是 电动刀获胜 电动隔胶刀 成功突破了 机械隔胶 毫米级精准 控制 实际效果如何 是否真的能取代 传统胶刀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十年磨一剑 有了电动割胶刀 胶浓的割胶效率 大大提升 目前这款电动割胶刀 已经在全世界 三个主要职胶国 推广应用 创新的道路 永无止境 如今 曹建华和他的团队 已经开启了新一代 更智能的 全自动割胶机的研发 朝着彻底解放 娇农双手的 下一个十年迈进